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啊 呃 讲授这一次的 这个第二篇的这个内容 也就是《拉法格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讲之前呢我们还是 把他的这个著作啊讲一下 就是他的这个原著必读 那么原著必读呢我们开了 这个书都已经有这个中文版本了 一个是《财产及起源》 一个是《思想起源论》 再一个呢就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最后一个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 《经济唯物主义》 呃 这几道题目啊 不是 这几本书啊 主要的啊主要的是他讲的 就是特别是下面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 就是讲他的 这个他把马克思主义啊定义为《经济决定论》 这个《历史辩证法》 也就是总体性的这个辩证法 总体性的辩证法 那么《拉法格》呢是把马克思定义为《经济唯物主义》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面呢 讲他的这样一个思想 呃 和这个书相联系了我们的题目啊 就是一个呢是呃 如何理解《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 及其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呃 就是讲什么是《经济决定论》 那么什么是《经济决定论》 这个《经济决定论》呢和这个 我们通常理解的就是自然科学的《经济决定论》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人文主义的 而它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就是它提出了论点呢 主要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所以呢呃 这个我们掌握了这两个 一个前面这个题目呢 是主要掌握它的《经济唯物主义》的 研究的一个基本路向 就是说人文主义的这样一个路向 这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当中啊 呃 其中的一个啊 他一个 呃 考斯基呢 它是一个自然唯物主义的路向 就是用 呃 达尔文的这样一个进化论 来研究这个 来说明这个呃 呃 唯物史观考察 唯物史观起源 而它呢是用维科的 新科学以及摩尔根的这样一个资料来考察的 所以它是一个人文主义的这样一个路向 那么第二个呢 主要是掌握它的这个理论 本身的这样一个主要内容 也就是能和人与环境的关系 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 是重点讲啊 是重点讲不是全部讲 所以呢 呃 你们这个笔记啊 要稍微做一下 要稍微做一下 起码知道哪些 讲了哪些内容 讲了哪些内容 还不可能就是说 照了书这个提纲一点一点的讲 这是这个 我们下面呢把这个 哪发格啊 他的生平做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 那哪发格呢 他是1842年到1911年 呃 这个就是他出生呢是1842年 那么他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法国功能党的创始人之一 他在大学期间呢 就因为这个从事革命工作 而被法国所有的大学拒之门外 呃 那么呢他呢也是这个 呃 原来最开始的时候 他是受到普鲁东和时政主义的影响 后来呢到1865年的时候 拉法格从巴黎到达伦敦 第一次会见马克思以后呢 就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就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 呃 宣传家和理论家 那么在这个哲学上呢 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维吾史观 从方法论的角度 也就从能和自然的关系的 呃 这个上面呢 去散发维吾史观的基本原理 呃 除此以外呢 他还研究了这个维克和摩尔根的学说 吸收了他们的理论成就 这样形成了他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特点 一个呢就是从方法论上 把这个维吾史观定义为经济决定论 就是他这个经济决定论呢 首先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方论论也就是我们说的 经济决定论的方法论意义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 他结合这个维克和摩尔根 对人类历史规律的说明 提出了维吾史观的基本问题 呃 在这个基础上呢 散发了维吾史观的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 呃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他因为继承了这个法国哲学的传统啊 法国哲学传统 呃 他的这样一些表达方式啊 都是有些比方说 像他讲的这个 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 就是用这个语言学的 这个很诗意的方式啊 来表达 来表达 呃 包括对这个 当时的这个一些 宗教问题的这样一些研究 那么呃 呃 这个主要的著作 我们刚才讲了 就像维吾史观和维吾史观 还有这个财产及其起源 这个我们都讲了 还有一个懒惰权 呃 这个拉巴格啊 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人家 也是那个时代啊 也是说法国最接触的 马克思主义活动家 呃 他在1866年 就是担任了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 呃 两年以后呢 他就同马斯的女儿劳拉结婚 就是他的第二个女儿结婚 呃 后来呢 这个他也是这个第二国际里面啊 亲身参加了巴黎公社斗争的啊 这个这个成员 那么公社失败以后 他就流亡 流亡到国外 流亡到国外 呃 在国外呢 依然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和创造活动 曾经参加了巴古林的斗争 参加了法国共能党 和第二国际的这个创建活动 呃 最后呢 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就是 他后来他的这个去世啊 就是 呃 我们说他的去世呢 是1868年 呃 是1911年 1911年去世的 呃 是 是那个 是自杀的啊 是自杀的 就是他和这个劳拉两个人 就说这个 他们就坚信 他们就认为怕自己 呃 七十岁以后 他们觉得这个人应该在七十岁以前死 如果七十岁以后死呢 就 呃 怕得老年痴呆 那这样呢 就会麻烦别人 所以他们 呃 后来这个 呃 就是有的人说 他们这个 呃 在精神上 在情感上啊 就是好像有点这个 呃 有点这个 失去了这个对革命的信念 但是他们自己说呢 他们没有失去对革命的信念 而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 对人生的一种理解 对人生的一种理解 所以后来呢 这个列宁呢 还有这个 呃 很多这个 这个思想家 对他们这个 这个 拉法格和劳拉两个 做了高度的评价 就是马克思去世以后 就是恩格斯 组织这个法文版的编译 就是马克思去做的这个 资本人的法文版 还有这个 很多这个编译工作 还有共产党宣言的 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样一些 著作的编译工作 都是这个拉法格和劳拉两个人 呃 这个完成的 所以他们也做了大量的 这样一个宣传工作 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内容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他的这个 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呢 呃 讲一下 呃 拉法格呢 把马克思的历史观 称作经济决定论 或者叫经济维吾主义 或者叫经济维吾主义 他认为呢 以经济现象 揭示人类历史的客观必然性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根本标志 经济决定论 既是方法又是理论 那么经济决定论 首先看一看 经济决定论的方法论意义 呃 拉法格认为呢 他说经济决定论呢 他说首先作为一个方法认呢 就有一个方法认的性质问题 就有一个方法认的性质问题 这个方法认的性质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是自然科学的方法 还是历史的方法 就是说对这个经济决定认 就是说对经济决定认的这样一个考察 它同样我可以从自然科学的 用自然科学的这个 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 是因果决定认 它实际上它用的 我们它可能不会讲 呃 自然科学的理论啊 但它贯穿于对历史观研究的 历史观研究的一个方法的主要体现 就是一个因果决定认 因果决定认 那么这个当时考斯基受到这个 士兵塞达尔文的影响啊 他把历史维吾主义方法呢 是归结为自然科学的有机整体认 那么这是代表这个 自然科学方法认的一派 这样一个自然科学的有机 这个整体方法呢 也是说用自然 就是把这个 它有两个 一个呢是强调这个因果决定认 然后呢再一个呢 它是从人的一个自然特性 从人的一个自然特性啊 来说明这个历史的发展 它不是从人的社会属性 而是从人的自然属性 就说人的存在它是有生物性的 那么同时呢它有社会性 所以它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啊 来讲 所以自然科学呢 它方法呢 它一个体现在历史观的说明当中呢 这个 呃 一个是因果决定认 那么另外一个呢 它一个重要的方法呢 就是强调人的自然因素 也就是它的生物学 人的它的一个生物基础 生物基础 呃 那么和这个考试基不同呢 纳法格呢 是以维科和摩尔根的方法为 为根据 把经济唯物主义呢 定位于人文主义的方法 那么这个人文主义方法呢 也就是历史的方法 就是说历史的方法呢 它认为有两个特点 这一个是自然科学方法 那么它认为呢 它说历史 历史主义方法 它说是历史方法 那么历史方法有什么特点呢 它说历史方法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认 不是到社会之外 到天上 到神秘的思想力量中 去这个 去寻找社会运动的源泉 而是在社会内部 在人的经济活动 和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当中 去寻找社会运动的源泉 也就是说它是什么 从人类社会本身 这个是和这个相对的 不是从人的自然因素 而是从它的什么 社会因素 而它认为这个社会因素呢 也不是人的一个绝对抽象的精神 而是什么 经济关系 从经济关系里面去寻找 我们说经济是能动的啊 所以它的所有包括 人和环境关系的一个说明 对人类历史规律的说明啊 都是根据这个经济的这样一个 活动的规律来说明的 来说明的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它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啊 不是用公理定理和细论 和辅助定理的理论形式推论出来的 而是一种经验的方法 而是强调的一种是经验的方法 经验的叙述方法 所以它不是一种啊抽象理论的公理的 不是用因果决定论啊 它是用一种科学理论 可以从推理把它推出来的啊 所以它是什么 通过经验的方法叙述人的历史 也就是说呢 它要根据经济因素的变化 来说明历史发展和变化 和发展和变化 这是它的这个方法论啊 它的这个作为经济决定论啊 它的一个方法论的意义 同时呢 它也讲了这样一个 经济决定论的方法论的内容 它认为经济决定论啊 虽然是从经济当中去寻找历史的起源 但是经济决定论所理解的 经济和唯新主义经济学家 以及庸属经济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经济啊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就是唯新主义的经济学家 和庸属唯物主义 经济唯物主义啊 把经济和人的人动性对立起来 把经济啊和人的人动性对立起来 强调经济就是经济 也就是单纯的经济 那也就是说 经济是一个什么 必然的东西它是没有人参与的一个活动 没有人参与的活动 但是呢经济决定论 也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呢 它是从历史的人动性本身来理解经济 就是把经济啊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活动 它说经济啊是一种历史的活动 而不是什么 而是一个它既然是历史的活动 那叫什么 它是人的活动 它是人的活动 也就是说它是我们为什么说它是这个继承的维克和摩尔根的思想 我们说摩尔根呢它是一个文化文化人类学家啊 文化人类学家 那么维克呢是文化哲学家 文化哲学家 他们用文化的方法来看待历史 看待历史 他就会他在这个文化的 以文化的方法看待历史 它是什么呢 人的经济活动 人的这个宗教活动 还有这个艺术活动 哲学各种活动 什么 它是一个人的整体的历史活动的各个上面 各个上面 就是说你人的活动啊 它不仅仅是有经济的 它同时啊 它还包含着什么呢 人们的宗教活动 包含人们的这样一个政治活动 人们的法律军事各种活动 它不是说我能只有这个人的活动 人的意识只有这个宗教啊哲学啊这个方面 而不包含经济方面 那也就是说它包含它的经济方面 那么这样呢就是说经济活动啊只是整个人类文化创造的一个善面 一个善面 所以这样呢就是经济活动啊它就不是一个外在于能和能无关的活动 而是理人本身的活动 所以这样一个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对经济的这样一个说明啊明显的带有这个人文主义的这样一个特点 而且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啊 人文主义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发展 为什么这样说啊就是在这个十九世纪的下半叶 就是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经济 经济就是讲的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建筑这个思想啊 受到了这样一个歪曲 受到歪曲 很多人呢就是说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就是机械决定论 那么为了回击这一个 所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在认述的时候 马克思曾经就是对他们的这样一个争论啊 就是说都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经济决定论 马克思看了这个他们讲的这样一个 把经济看作是一个外来的 这个外在于能的这样一个因素的时候 马克思看了这样一个理论以后啊 当时就说他说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 那么我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就是马克思自己说啊 如果说这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话 那么我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就说明显的马克思不赞成啊 把经济看作是一个绝对的非历史的一个活动 外在于能而决定能的这样一个庶民论的观点 实际上马克思在这个窗里维吾史观的时候 我们讲了我们在前面讲了 深深的受到了这个维科思想的影响 那么这个维科思想的这样一个对历史啊 不是这个机械决定论的这样一个思想的闪成 但是呢刚好是第二国际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那么其中呢就是拉法格啊 是最重要的这个贡献人之一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要讲这个拉布里奥拉的 拉布里奥拉 所以同样讲经济决定论 但是因为对经济的理解不同 就是说你是把经济看着人类历史活动当中的一个要素 看着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一个要素 还是把它看着是一个机械的自然科学的一个功力式的东西 这个你所理解的对于维吾史观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这一点呢包括我们后面还要讲到这个普里奥拉夫 我们会做一个对比研究啊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东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啊 在对这个经济问题的 就是对经济的理解不同 所形成的不同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一个观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它就特别强调啊 经济呢是一个历史的活动 所以呢它是什么 包含着历史这个人的能动性 所以是经济的必然性和人的能动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因为它是一种历史的活动 这样呢就把经济决定论 就把经济的客观性 和人的活动的能动的关系作为方法论的内容 那么这就避免了这个历史熟命论 同时又否定了历史维新主义 历史维新主义 呃这就是从这个方法论的角度啊 也就是说方法论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它作为这个经济决定论呢 它的方法论的性质是什么 它是人文主义的方法 第二个呢作为人文主义方法 它的理论呢 人文主义方法 人文主义方法对经济的理解是什么 经济是一种历史的活动 是历史的活动 也就是说 它是人的文化活动的一个善面 一个善面 呃这是 呃这是讲的一个 就是说它的一个基本的理解 那么第二个呢 它强调了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内容 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内容 经济的活动既然是一个历史的活动 那么它就应该包含历史的内容 包括人啊 这个环境和人的关系问题 所以这样它就把这个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来了 所以它把这个问题呢 开口为三个方面 三个方面就是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要散发人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 既然经济表现的历史活动 一个是客观的必然性 那么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环境的东西 那么另外一个呢 它是又包含了人的人动性 所以就要探讨人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把经济啊作为人类的文化活动 考察它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的起源及其规律 说明民族的生产方式 对该民族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的影响 重点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对于生产方式的世界发展和社会形态变革的意义 在这一个地方啊 在这一个论点上啊 其实呢 它包含什么 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哲学的一个改造 一个改造 就是说它继承了维科的这样一个文化哲学的思想 那么维科的文化哲学的思想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一个就是说它把经济啊 所有这些活动看作是文化活动 呃 然后这一个还有一个特点呢 它是从民族文化 从这个原始文化 就是从原始文化的起源上 就是从人类文化的起源上 来考察这个人类的这样一个创造活动 把这个民族文化作为对象啊 把民族文化作为对象 那么这样呢 就使这个文化的研究啊 就深入到 就是说你把这个民族啊 作为一个单位 就克服了什么啊 原来的这个历史观 原来历史观的考察什么啊 有的是描写的是政治政治史 就是说一个一个 这个帝王将相啊 一个一个的推翻 这个就是讲的一个政治史 或者讲的是军事史啊 哪一个军事变化了 然后这个什么去征服了 那么文化哲学讲的是什么 一个民族的这样一个兴衰 它不仅讲它的政治变革 同时还讲它的思想变革 讲它的军事变革 政治变革 它整个的作为 以这个语言啊 以这个语言为基础 来讲一个民族思想的 这样一个变化 一个变化 它的这样一个文化更新 它的一个兴衰史 一个兴衰史